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GoGo比赛 接受全国21家省级电视台 为你联合打到的 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的现场 大家好 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张驰 欢迎你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文体娱乐频道的节目主持人罗宇 大家好 我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汉潮 好的 今天是21禁酒 我们的收官之战了 没错 如果我们一期一段的比赛 我们的选手之间 也是几下了深厚的友谊 是 刚才我们三个主持人还在聊天呢 比赛虽然可能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都守着离开 对 在比赛开之前 让我们首先共同来看一段 规则小片 勾勾比赛 联合21家升级电视台 共同打造2017年全国排王争霸赛 赛事共分21禁酒 九强赛以及冠军赛三个阶段 21禁酒阶段 共分三轮比赛 共计21只参赛队伍 分成七大赛区 每赛区三支队伍 每支队伍派三名选手出战 第一轮进行12场比赛 打18副牌 前9场比赛 每位选手依次于本赛区内 其他队伍的选手进行循环赛 后三场比赛 根据9场结束后的各选手积分 分别集结各队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的选手 再进行三场比赛 综合本轮场景 得出赛区内各队的排名 各赛区第一名为第一档 第二名为第二档 第三名为第三档 由赛事主办方勾勾比赛 在三档中各抽取一支队伍 组成新赛区 以第一轮比赛方法 进行第二轮比赛 再以相同方法 进行第三轮比赛 完成三轮较量后 积分累加 前9名为赛 进行全国九强赛 进逐排王桂决战荣耀之巅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的信息 请你登陆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3W 要勾勾点森 或者扫描二维码 就能够轻松了解了 好了话不多说 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让我们 全力以赴 现在开牌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文体娱乐频道的 节目主持人罗宇 今天担任评排的 依然是李军老师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一把前家兄 直接叫了三分 手里有火箭 直接叫满三分 开牌打了个顺子 其实这个牌 开牌打对六也可以靠 因为这两个对九 对九 英雄顶一个对九 对九 对九 好 第一局 陈嘉欣的三分没有打成 所以说目前他的分数呢是-6分 而刘继鹏和李江斌 目前的分数都是三分 下面进入到第二局 34567 一个三代 而刘继鹏手里有大王 对二 没有十 对 一分 对牌还是不太好处理 开战 天嘉欣基本直接一个单家 留意朋友非常难受 大王双二轻易是不会拆这个对二的 那这个牌上来一个单家 好像基本上也被逼无奈 看下来吧 顺帅 顺帅 这个牌三个K不能拆了 再拆这牌就太乱了 这个牌直接败掉地主了 三代队 三代队 接与不接 都一样 对 其实正常来说还是不接的 因为你本身单张就够多了 可以用三个K带一个单张 对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 少一个也是空不住二 这样反正更低了 这个点 好 第二局过后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一分 陈嘉欣 负五分 李江鞭四分 下面进入到第三局 刘继鹏的手将 排了一般 李江鞭的牌不错 一分 一分 这个 这个牌 打对 可以打对 因为他这个牌 是对八队有三个十 先处理处理对 对九如果顺利过的话 这个牌 可能这些再回对家 就可以启动三代一了 三代一 三代一 三代三代 没有炸弹是挡不住的 第三局过后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零分 陈嘉欣负六分 李江鞭六分 下面进入到第四局 这边是李江鞭的一分 这边又是李江鞭交的一分 二九十啊 这个底如果给刘继鹏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底如果给刘继鹏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牌陈嘉欣打的话 对 他这个牌是90公元K的牌 然后下面一个三到十 所以很整的牌 他没有去全牌打 继续三到十 打单回二 直接挺二 这个牌打得更加强势一点 打单回二也可以考虑 第四局结束了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一分 陈嘉欣负五分 李江鞭四分 李江鞭手里有火箭 但是没有七和八 还没有K 嗯 那这个牌对 交个两分也可以 陈嘉欣的牌非常 这个牌补的是真给力 那七八圈断七断八 开对三 不过陈嘉欣的牌很整齐了 缺什么来什么 对K 那这个牌其实还是打不过这个 陈嘉欣 对 他的牌太整了 不过现在 五六七八九十勾 接不到 不是 我知道 现在可能有个小机会了 他的顺利是大 他炸完以后发三代二能赢 但是你得准确断出这边是三代一 所以不炸还是没有问题 刘继鹏的手叫 三四五六七 断八 又给到李江边这里了 交不交分呢 交个一分 嗯 这个牌也是比较难吐的 对不太好打 没有五 嗯 中间那块也比较乱 嗯 发单吧 这个牌 其实可以考虑让一手 虽然是小王三个二 一般来说这个角二是小王不容 但是你这个牌 还是不够打的 就放一放上家 大家看看他能不能疼你两手啊 无论是发单还发对的话 这个牌其实明显不太够打 其实现在发单发对都不够 发对人家积一个对圈 其实外面还有三个家 所以这个牌怎么都不 对旁边启动了 第六局结束 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四分 陈嘉欣负二分 李江斌负二分 陈嘉欣手叫 大王对二 一分 一分 那 最近 选手都比较保守啊 这个牌有人叫一分 就没有人去抢了 对 六七二 诶,出了个圈,这个盘 勾也可以上 担心 没有,爆个单 因为90勾圈可以 打掉 直接开单 这个牌 打对肯定不行 这个牌三代一 三代一也可以被接到 这个牌怎么说呢 单七迟早得出 你看这个牌外面是有小王的 这个牌怎么打的不够 所以你这个牌先拿七晃一强 他有可能赢 有可能过 对啊 你拿七问一下 如果这边能过七 你是稳稳的没有赢牌的 这闯三代二肯定不够 外面三个家嘛 肯定是在李江兵这 是吧 这个牌如果 要带对三吗 对 代理是带对四的牌 两家剩的这一张单牌啊 一样大 所以说李江兵 保险起见 打对子 第七局 第七局结束了三位选手目前的分数 刘继鹏五分 陈嘉兴负四分 李江兵负一分 拉利江兵负一分 你将边守教 口 投 惟 口 不叫 口 口 点 口 %d 一个K 外里当边叫了两分 这个刘继棚这个牌345其实先不要启动 先出个单钩回个单二 就是说要不要把牌打这么明 这个二要接了 因为其实陈嘉欣这个K明显是在顶 因为出勾的时候他没上K 所以这个时候二必须上了 哎呦这个牌还让过了单钩 本身这个二一上这就又拿下了 这样的话过了单钩之后 那李江鞭就走掉了 第八局过后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3分 陈嘉欣-6分 李江鞭3分 陈嘉欣手叫 3分叫马 这牌反正是可以叫啊 2分3分都可以 其实这个牌开3代1可能好一点 对刘继鹏这个次序就必须先发三代了 因为三个K是大的哎双钩还不保证啊 所以在一发双钩这牌基本拿下啊 第九局过后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和李江鞭分数相同 6分 陈嘉欣-12分 陈嘉欣-12分 李江鞭首叫 对刘继鹏这个牌双钩上一下 哎李江鞭这个牌5对6啊 然后上面是两个顺的 7到K10到夹 这个牌他等什么啊 这个牌等5顺 如果说能有一个 就是农民房有一个5顺打出来的 这个牌过2就能赢了吧 先过 他第一个上下K没打这是对的 然后现在还是在等5顺 双三双五 其实刘继鹏这个牌 直接上对2是不是可以 不他可以过一手看一看 这个因为 钱嘉欣这边直接启动那个双三吗 应该是他走的 这个牌赢了 678就失购 然后出个单购 这个牌赢 第十局过后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5分 陈嘉欣负13分 李江鞭8分 刘继鹏首降 这把钱嘉欣可能会叫吧 起手四个三代 大王一个二 这个牌三分没问题 但李江鞭手里的三代也不少 嗯 钱嘉欣这个三张底是没有用啊 37 敲27 基本上就是三张单 但是你看他这牌 即便补三张单也不见得 就怎么样就输了 他这个牌还有打 三代一 他这四个三代全部都有人能管 都被套上了 对 他就能腾出一手来 打G3回对2 嗯 也还有点希望 四个全都不打 十一局结束 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8分 陈嘉欣负19分 李江鞭11分 下面进入到第十二局 不降 李江鞭手里火箭 较了一分 50k 的确也没补起来自己想要的那张7哈 嗯 对 这个牌打对4吧 这个牌上面 其实又想留三代 又想留对的 因为对k感觉上挺有威力的 啊 这个对k感觉很有可能捞一手 嗯 因为我对方与实 嗯 比如记彭 呦 这个对k就给拆了 其实他如果不拆 对子一样 啊 没准还挺有用的 但是他拆了对钩打掉对10的话 就没有再没有顺着去打这90k了 好 三个高件啊 李江鞭这知道断钩了 他关键就是 现在没有键2啊 他外面2的分布 对于他来讲 应该是比较 对关键的吧 其实现在可以考虑 因为你交了一分啊 要耍一两分 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这牌 当时应该早早的拆网 也可以考虑 不接单张 我就一直打单 对 但是现在剩5张了 因为有可能三单二 什么的牌 是吧 这个牌 早就该拆网了 因为他拆网以后 再发单 再回网 这个牌 即便外面有四个二 就挡不住他 一牌见到二 还踏实一点 12局过后 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7分 陈嘉欣负20分 李江鞭13分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赛事详情呢 可以登陆 专业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3w.勾勾.3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 的二维码 没错 同时我们要感谢 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为我们本次大赛提供的 百万现金大奖的支持 感谢他们 那么接下来 还有最后六局比赛 让我们现在 就进入到最后的比赛当中 李江鞭首将 分数领先 这个牌型不太好 对 没有降分 应该陈嘉欣 博一把吧 继续三分 他这个牌力上行很足的 就看底牌 底牌其实还凑合吧 没有多好 也没有多差 这个牌补一个三代 一个圈给家 但是这个牌超给家 肯定基本是打开要拆开打 这个牌因为单加人比较多嘛 他这牌肯定一直就是发单的 而且这个牌就注意什么 不要越急打 嗯 家拆的不好 因为外面有双K 这个牌就是拆K打 拆开K打 嗯 发单 如果再出圈 你看这个牌 等于你越的急打 越急就不好 如果单加扎破你 二对K就跟什么了 给你评几评做了 这个牌 你看你再上加人一手 你看这个牌 你如果起对 直接对K给你拍死了 诶 这个牌打的 他这个牌力非常 只要不越急 这牌稳稳的 十三局过后 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十分 陈嘉兴负二十六分 李江斌十六分 好 针对刚才这一局牌呢 陈嘉兴还是有机会和希望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走 对 这个牌上来 你看他中间你顶二 这个牌因为单张比较多嘛 其实顶圈的时候 因为下小王肯定越急了 然后K加二这三个盾啊 你不知道掰哪个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越急 他出圈你出K 他出K你出家 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一共是两个圈 两个K两个家 无论是打盾还是打单 你都可以逐级的给他拍死 你看这个牌外面加起来的 不管他是怎么分布的 但是单打还是双打 你都可以给他拍 只要你不越急 所以这个牌 最后输就输了 他最后没有人管队 你看他这个牌 比如说出K 加加出家 这边不要 你上二 不要 按照思路继续打个八 是吧 这边出圈 不要 这边出K 是吧 你这个牌 他就必须下二 如果不要你二 你这个单K就劳牌了 他下二 你这个小王 小王也可以拍他 就是说你始终对家 就打 就是打着他这个对K呢 是吧 大王再忍你一手 你出勾是吧 他这对K如果不拆拆 你就下二拍的 拍完之后 他大王下了 你还是单双不过 他如果不动的话 那这个牌一直就是说 在你基本上 就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你勾 你看他 就算他拆可以打 你下二 他这个大王下不下 就是你这个牌 始终是控制力很强 就是说 最后应该说 只要你不越急 这个牌外面 除了大王是没有牌权的 除了炸弹 如果没炸的时候只有大王一手牌权 你这个一拆尖一跃及的话 对K就没有人管了 因为外面还有一个单尖 就是说你出了这个 你看你把你把他绝二拍了以后 这个单尖谁负责 你必须得拿二拍的 你二一拍 外面有对K 这个对K就没有人管了 所以这对K给你平大 你当时拆尖就是一个败笔 最后也是输在输到这个对K上 又给到陈嘉欣机会了 对 这个牌 四五六连队 九十 差一张钩啊 嗯 但是石钩圈给他 这个 第一手 第一手就把二打下去了 哎 这个牌 这想怎么打 杨明这个牌规划还是 顺着 顺着 现在打单是一个拆网影的局面啊 打单二 那这个牌只能拆了 因为李嘉宾这边连挺两手二 显然就是说牌型应该比较整齐啊 那这个牌拆了还是比较稳妥的 十四局过后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七分 陈嘉欣负二十分 李江斌十三分 李嘉宾两个三代应该不会叫 刘继鹏这个牌 应该也不会叫吧 刘继 好 十五局重新开启 李江斌首叫没有叫分 那么刘继鹏这一局依然也没有去叫 那钱嘉欣应该也不用叫 继续 两次留局之后的第三局牌 你好 天嘉欣又来机会了 这个牌肯定好不容易三分 对 这个牌 外面就是没个两三诈的话 是没法跟他对抗的 三代一 三代一 难道还是想 不这个牌 其实大王可以直接上了 因为这个牌防诈也没有说是去防两诈的 你这个牌大王上了三代二 有一架看不死你 比较两诈以上的牌 三代对 三代对 这个牌只断K要先挑大王 这个牌出的不好 因为这个牌外面是有四个K的 刘继鹏那三张牌 如果人家是一个小王加一对的话 这个李江斌这如果有四个K 你看现在就可以开架 送一对给人家送的 所以你就把先进大王 他四个K 炸你不炸你 你都能走 所以事务局结束之后 三位选手的分差缩小了 陈嘉欣也是利用这局牌 使得自己的分数 目前达到了-8分 而刘继鹏1分 李江斌7分 但是下面的牌还不是很很好的 薄的话也倒是可以考虑啊 我没可以倒露 而刘继鹏1分 这么好的 三是 一阶 三是 第四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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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刘继鹏管上以后 就是四张单了 这个牌也是控不住了 好 16局结束了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负二分 陈嘉欣负二分 李江斌四分 接下来进入到第17局 李江斌首角分数领先 可以叫一分这个牌 就是说这个一分是什么原因 冲输去的 他这个牌就是确保在第18局的时候 他可以领先两个人 也就是说他在第18局的时候 是一个保三中五的一个局 这个底牌给他补得不错 六勾二勾不是负担 六非常有用 二也非常有用 这个牌打单过尖 打单五过单尖 这个牌基本上就不太好阻挡了 如果你看单尖 如果二他小王 这个牌就是大王不下的话 他只赢 大王下的话 他还有闯三道勾的机会 不下就对三回对 哎呦这个牌打得太粗糙了 对三回对二 十勾圈可以加二 无懈可击 这个牌 那三道勾 这个牌打了 但是对自己排型还是认识不足 虽然这样也赢了 但是这个牌赢了 本来是对三回对二 十道尖 然后四道勾的牌 这个牌单尖破二 小王一上啊 这个一个小的组合拳 其实本位打出来 十七局过后 三位选手的分数 刘继鹏负三分 陈嘉欣负三分 李江斌六分 刘继鹏守教 哎呦终于给到他机会了哈 这个牌又补一架啊 对 这个牌也是三张牌都有用 这个牌拿上应该觉得很踏实了 把打单回二 又是最后一局翻盘啊 啊 六七八的连队 哎 圈凯杰也没关系啊 四个可以直接炸了 四个勾跟火箭一样打 还见到圈凯杰了 这个牌 三代一回火箭啊 这一局赢得比较轻松啊 三代一 火箭来咯 十八局全部结束了 场上三位选手最后的分数 刘继鹏十五分 陈嘉欣负十二分 李江斌负三分 精彩排局 你我共享 可以说今天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 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二十一禁九的 最后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要恭喜内蒙古队 在最后一局领先分数 好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由勾勾比赛 携手全国二十一家省级电视台 为您共同带来的 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比赛信息 您可以登陆勾勾比赛的官方网站 3w.jz.cn 或者是拿起您的手机扫描屏幕 上方的二维码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期待决赛 与您再次相见 敬逐排王贵冠 决赛荣耀之爹 朋友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